好的啊 那么我们这几个话呢 来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种 这个人物剪影的效果啊 那这里有的同学可能见过 对吧 在那些短视频平台 看过这样的一个 他们说是做logo啊 其实这里一定要明白 这不是logo啊 这只是我们平常做的好玩的一种 这个剪影效果 因为当然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灰镖 灰镖类的logo啊 比如说那个老干妈 对吧 那种 但是呢 它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 用这个AI随便去操作两下 那绝对一定不要误会啊 好吧 那个只是 这个只是做得完的 你像那种logo 你是要一点一点画出来的啊 好吧 像这个我们做的非常的粗糙 好吧 只是仅供娱乐 明白没有 或者说仅供我们去了解 某一个功能 某一个技巧啊 好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准备一张男朋友的照片啊 对吧 那黎峰 对吧 非常帅啊 是不是 我一个男的都喜欢 对吧 好 那这里的话 这个抠图 应该就不用我讲了吧 直接用这个什么 快速选择工具啊 我们呢 选择一下 对吧 你看 就选一下就可以了啊 是不是 因为它这个图片 它本身背景和 这个人物啊 它的这个反差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你这边直接就可以抠 也不用抠的特别精细啊 当然 你如果说想把这个头发也抠一下 那你就选择这个 选择并遮住啊 那看到没有 选择并遮住 然后呢 你再用这个 第一个画面工具 看一下啊 看哪个画面工具 对吧 第二个啊 调整边缘画面工具 第二个工具 对吧 再在这旁边去走一圈 好吧 再去走一圈 都要去走啊 注意都要去走 但是你要注意啊 你走完之后 它这个旁边呢 看到没有 它这些红色的 你要再去换一个黑白 看到没有 把这里给它涂白 把这涂白啊 好吧 这里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去多讲了啊 因为这个抠图啊 非常简单 好吧 好 那我们呢 直接用抠好的图 抠好了图之后 我们呢 把它拖到导 你可以直接拖到 你可以直接拖到这个AI里面来啊 你可以直接拖到这个AI里面来 也可以干嘛呢 也可以去导处为偏激格式 可能你下次要用嘛 对吧 好 拖起来之后啊 我们呢 看到没有 这里呢 有个图像描摩 你可以选择这个高保真度 也可以选择地保真度 我们呢 没必要那么麻烦啊 直接选择这个图像描摩就可以了 然后呢 点击确定 好 好 点一下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去给它处理啊 你看处理的非常快 是吧 是不是一秒就变成这个效果 好 那这里呢 就会 后面就开始会有一点点小问题了 但是呢 也不是大问题 非常简单 对于这种黑白的 我们要把它提取出来 直接点击这扩展 你看 扩展一下 好 你看到没有 它里面的细节就显现了 然后选择右键啊 去给它 选择白色 但是你会发现 你直接这样拖 它里面的有的白色呢 你是选择不干净的啊 甚至说有的时候呢 你要去把白色全部去干净 非常简单 就是我先选中这个白色 看到没有 我现在选中的是白色 然后选择里面的相同 填成颜色 好 点击确定 这时候 所有的白色都被我们选择这里面来了 对吧 那其实这边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简易呀 能理解吗 你可以删除 也可以不删除啊 好吧 我们这边呢 就给它删除 我们要右边这个 但你会发现 右边的这个 怎么样 它是不大好看的 因为有的地方 比如说这块 怎么对吧 它是连接起来就不好看 所以说 我们去对它进行的一个改造 比如说把 先把它这个拆开 把它拆开 把它变平滑一点 对吧 然后呢 这块啊 我们用这个钢笔工具 去给它修一修 对吧 去给它弄平快一点 怎么好看 怎么来啊 这个呢 你可以去 没必要完全一样 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习惯 调整 比如说给它打薄一点 好 调整一下 对吧 不要这么尖啊 往里面收一收 好 调整它的锚点 这个呢 也往里面收一收 对吧 好 这里呢 我们同样的 也使用这钢笔工具啊 你可以给它 往里面走一点 或者说我们呢 直接拉的平滑一点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去给它平滑一下 这里呢 这个点啊 这个点不能平滑 好 钢笔工具给它连接起来 好 然后呢 这里的话 是不是就会平滑来 对吧 给它平滑一下啊 不要那么尖锐啊 不要那么尖锐 谁的脸 他妈这么尖锐的呀 对吧 没有啊 应该说比较平滑的 然后这个中间呢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往上面走 对吧 哎 锚点往上面稍微的提一提 对吧 大概的话就这种感觉啊 好 往里面收一收 好 大概的话这种感觉啊 这里面还是胖了一点啊 再往里面收一收 好 然后这一块呢 就要往上面收一收了 就说不断去调整啊 直到呃 调的你比较喜欢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好吧 好 这个呢 就是非常简单 然后呢 做完之后 我们画一个圆 把它的头部 摘头 不要里面太多东西 对吧 给它去 好 画一下 然后ctrl加7 对吧 就把这一块给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这个文字怎么去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文字 我们就打 哎 卡了 这个文字 我们就打个 打一个字嘛 选择一个 离封啊 好 离封 对吧 然后呢 去给它把字体 改一下 改为一个 一个 你喜欢这种 呃 定字体啊 或者说选择 选择那种 衬线字体啊 都可以啊 然后呢 可能在设计下 哦啊 我们去给它转取一下 好 这个字我们给它打好了 对吧 怎么把它变弯呢 非常简单啊 就是选择 对象里面有个 封套扭曲 我们选择这个 用变形建立 你看 是不是选个弧形 对吧 这弧形我们调整 它的弯曲的程度 是不是从下往上弯 对吧 它其实还有很多图形啊 比如说鱼形啊 对吧 你看 给它变成一条鱼了啊 好 OK 确定 我就给它做个 这样的形状 你看是不是就做好了呀 非常简单 对吧 当然这个呢 只限于我们好玩啊 好吧 它并不说什么标志设计 你不要拿这个东西 去糊弄人啊 好吧 这个不是标志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 所讲的一个人物 剪影吧 我们把它叫做剪影效果啊